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少是绝大多数道场 应该都是起见观音法会 或者礼拜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参仪 就是大悲参法会 当然我要提醒大家 各地的法会时间有点不同 以我们沃泰华佛光山来说 是早上九点半 平常时我们的共修法会在十点钟开始 但是大悲参法会 时间就稍微长一点 所以就提早 在今天的上午 就早上九点半举行大悲参法会 所以时间上注意一下 那以和因缘呢 其实就是明天是农历的二月十九号 在星期一是观音菩萨的圣诞 所以纪念观音菩萨的圣诞 我们就提早一天在星期天来举行观音法会 礼拜大悲参 那么讲起来观音菩萨呢 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了解了 这已经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母亲 为什么观音菩萨这么受欢迎 当然观音菩萨寻生救苦 救苦救难 各位看今天 这张背景一定 让大家非常欢喜吧 那说起来 今天的这张背景 其实花了很大的功夫 来制作的 首先先说这尊观音菩萨 这是王寿轩老师的作品 那当然各位可以上网 去就是搜寻老师的一些经历 经历过人生的非常辛苦的 非常真的辛苦的过程 但是真的经过这一些 曾经沧海经过了 最终最终化为 这是心中这尊观音菩萨画出来 他说要画第二次都画不出来 那我跟这尊观音菩萨的因缘 其实是在都35年以前 多久啊 反正就是30 40年前 然后我在佛学院当学生的时候 有一次看到有位学长 他有个这个复制品 我当时好喜欢也好羡慕 但是我知道 我是根本开不了口 要去 当时以前我们也不懂 可以复印啊 怎么都不懂 只是这就一直成为 我心中的观音菩萨 那后来有个因缘 几年前啊 竟然在多伦多佛光山的 有一个结缘品 在放的地方 就放了一张 也是复制品 人家另外印刷的 这么小张的 对我来讲了 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 我心中的观音菩萨 竟然出现 竟然在海外 所以当时如获至宝 就一直都带着 就贴在我书桌前面 这样子 那么所以认识我的法师们 都知道 我就是那一尊 确实 那当然要把它呈现到 包含跟这一首祭语 放在一起 其实是我们的方圆 花了好大的功夫 这是我抄写的 礼拜观音记 或者有些地方 就直接写西发菩提心 那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叫礼拜观音记 这首祭语 我们知道是 各位还记得吗 就是我在前两三周吧 在介绍一本书 就这个 讲到阅读人间 介绍一本书的时候 介绍师父的智学之道 里头师父讲到说 影响他的 那第一次是怎么样 到第三次的时候 就是跟观音菩萨有关 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没有时间细收了 其实就是师父 照说了 我们要去受三坛大戒 都要成年之后 或者18岁以上 20岁以上 才可以去受比丘比丘尼戒 但师父的姻缘 真的是比较特别 15岁 我们的师公自开上人 就让师父去受戒了 去到戒场 我们的师公还特别拜托 当时的介绍 这些都是师公的 等于是好朋友 说 这是未来的栋梁 就人才 要给他好好调教 就是说不用客气 就一律重言 不要因为是朋友的弟子 然后就有什么 优厚的待遇 没有的 反而比别人要求的 更加倍的那种严格 那么总之呢 是到了这个受戒过程 我就不说 因为在话说师父的 这个音档里头 都可以听得到 那现在讲起来就是 在受戒点戒吧的时候 就是当时的戒师 因为师公的拜托 就在他头上点了九颗 这个我们受戒 出家人头上要点戒吧的 当然现在呢 现在在国内是没有了 就是在大陆 在传戒的时候 是没有点戒吧 慢慢因为点这个烧戒吧 就是人生共佛 这个还是中国佛教后期 因为要识别 是不是真的出家人 然后就说有个标志这样 那但在印度 在佛陀时代是没有的 那么现在来说 就是你就是烧了戒吧 你要假扮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些都不是 就不足以作为一个 鉴别的以现在来说 所以在大陆呢 目前就是中国佛教的出家人 受三潭大街 最后是没有再烧这个戒吧 但是以前有啊 最早的时候 那当时师傅头上点九颗 一般我们就三颗 代表戒定会 这样就可以了 那不但当时的戒师 帮师傅在头上点 就烧九颗香珠 这个香珠要烧到皮肤上去的 才会有一个痕迹嘛 那不但点 那还要把它吹 让它这个火烧得旺一点 就要发大心这样 结果那个香珠啊 就因为火就是 它是燃身会烧下去 就香珠就粘在一起 这个头盖骨的地方呢 就凹下去了 这有点就是好像 有点怎么讲 烧过头了 就有这个外伤 师傅说他那一次呢 因为这样子的音源 结果呢 就说完戒之后 本来啊 很聪明的 我们的师傅 突然间就变得 好像浑浑噩噩 什么都不知道 不记得 听什么也不明白 也不记得这样 真是糟糕了 那当然师傅 还有老师们都也着急 这是业障线前吗 是考验吗 还是怎么样吗 那后来就教师傅说 那你去拜观音菩萨 当时就把这祭语交给师傅 师傅每天拜 每天拜 就真的说几个月下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间呢 就好像不但恢复 而且记忆力啊 理解力 表达力 这是突飞猛进啊 真是惊人的进步 那总是这一首 礼拜观音祭 就是师傅交给我们的 各位看 我在礼拜的时候 为什么特别提到 求聪明 拜智慧 因为当时师傅就是 失去了这些东西 然后就希望观音菩萨加持 消除业障 这去除苦 那然后再回复 就是给予这个智慧 所以师傅这样礼拜 之后当然智慧大开了 所以今天在观音菩萨 这纪念观音菩萨圣诞 特别把这一项观音菩萨 还有这首礼拜观音祭 提出来 如果有时间 待会我们还可以唱一下 就是这样念着这样拜 就是足够的了 但因为我们学的时候 连唱都有跟着学 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 观音菩萨到底是谁 我刚刚一开始就讲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母亲 你总不能不认识她吧 有人讲观音菩萨是 是女性 是中国人 是哪里哪里 其实观音菩萨 她是古佛 道价持行 趁愿再来 她是过去已经是叫 正法名如来 已经是成佛的了 那为了我们 怜悯我们众生 真的叫道价持行 回头再来 所以在不同的场合 真的观音菩萨 就像我们法华金普门评里头所说 因以合身得度者 观音菩萨极限合身 而未说法 所以她到底是谁呢 那如果要在经典中去找寻 能言经里头讲 她是出驻菩萨 那我们讲说菩萨 她从登 就进入菩萨的行列 这从实性位 这个开始 然后一直到 就经过五十一个阶位 好像五十一年级这样 实性 实住 实行 实回向 到实地 然后就等觉到妙觉 那观音菩萨 是在哪里的菩萨 如果讲五十一年级 那观音菩萨 如果她视线 趁愿再来 那她是在哪里 能言经里头说 她是出驻位的菩萨 那相当于就好像 中学生一年级 这么低的阶位 我也不能讲低 真不好意思 但是相较于 等觉菩萨 那当然是就好像 才中学而已 那华言经里头也 就散才童子五十三餐 观音菩萨当时讲 她在十回向位 她是第七位 就是第七回向 相当于就是 好像大学七年级这样 但是法华经里头 她已经到等觉位了 相当于博士班的学生了 所以连在经典里头 所记录下来 记载下来的 观音菩萨 到底到底 她是怎么样的一位菩萨 所以 对了 如果修净土的人 更加知道 那是在极乐世界 西方三圣 是 欧弥陀佛的 这个补卫菩萨 是她的弟子 但是密教里头 不是这样讲 密教里头说 观音菩萨 就是欧弥陀佛的化身 哎呀 讲下来 到底是谁呀 谁 各位会很好奇吗 其实 观音菩萨 她就是那一句话 她寻生就苦 然后 因你合身 得度 她就 视线合身 而帮助你 而度化你 像这样子了 所以她可以是 可以是每一个 所有你需要 她视线的 她就呈现那样 哇 那真是无量光啊 所以 在 当然你说 她哪一国人啊 最早出现 当然是在印度嘛 那 只是我们 中国佛教 把观音菩萨的 画像 哇 32印画身 画得好美 就像这尊观音菩萨 渡海观音 好美啊 好庄严啊 所以 在我们信中 总想着 她就是一位 慈母像 当然是女性啊 是中国人啊 但是观音菩萨 视线的代表的道场 比如说在中国 那当然是 普陀洛茜山 那就是 浙江沿海 舟山群岛 其中一个小岛 就是 这个 叫 我们简称叫 普陀山 普陀山的观音菩萨 这在中国的记载 出现的 观音道场 当然不是只有一个 她整座山都是 那在日本 Niko 在日光这个地方 你去看 到处都是观音道场 当然有她视线的音源 还有日文发音 来自普陀山的这个发音 包含西藏 布达拉宫 也是来自普陀洛茜 这个发音 这些都是 所以你说 到底她是什么 我就说 她就像光一样的 有音有缘 这个光明都会出现的 好了 我这样 讲下来 其实 每一个人也可以是 观音菩萨 你修持观音法门 你就是观音菩萨 那还有在身边 你需要的时候 来帮助你 包含 棒喝 呵斥你 把你骂醒 打醒 的这一些 可能都是观音菩萨 可能我们看 那些 我们讲寻生救苦 那那些消防员 警察 医护人员 所有这些 是不是都是我们的 观音菩萨 如果你会看的话 真的 人人观世音 处处观世音 好了 讲了这么多 语速都加快 就为了要 请各位把这一首 寄语 要把它 不过还好了 你们那个手机截屏 那个寄语就在里面 那个方圆在 我说我直接写不就可以 他说他因为 有这一幅 他是把它 叫做什么 scan 扫描之后 但底色不一样 我上面要盖了一些章 他要一点一点的 全部把它修干净 做了真的很大的功夫 所以我想 这么有心 我们就采用方圆 去把它修干净的 我所写的这一首 礼拜观音记 求聪明拜智慧 各位 我们可以学习师傅 其实我个人也好 长一段时间 功课就是 就是礼拜这首寄语 就是念 这样念一遍 西发菩提心 莲花片地 念一遍之后 拜下去 拜下去 再念一遍 然后就起来 然后再念一遍 拜下去 就这样 那每天108拜 就是在拜这首寄语 那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除了这首寄语之外 就是背诵之外 另外就可以唱诵 那这个曲调 我现在先示范一次 还好在 这个 早安佛光 我们在YouTube上 你可以 回放 重复听这一段 然后还是要把它 学起来 好了 我先示范 现在唱一下 西发菩提心 莲花片地身 弟子心朦胧 礼拜观世音 求聪明 拜指挥 南梦 大慈大悲 久苦久难 观世音菩萨 好 各位注意到 有没有少了一句话 广大灵感 我们在念的时候 西发菩提心 莲花片地身 弟子心朦胧 礼拜 观世音 这在形容我们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 内心朦胧 就是 好像昏昧不明 好像无名烦恼 充满 这样子 这是障碍智慧 障碍修道的 所以 我现在在这里 礼拜观世音菩萨 那求什么呢 求聪明 拜智慧 然后就称念名号 南梦 大慈大悲 久苦久难 我们口述在念的时候 广大灵感 这种广大 很强的感应力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但在唱的时候 应该符合这个曲调呢 这个 大慈大悲 久苦久难 广大灵感 就只能唱到前两句 所以就是 我们学习的时候 唱的时候 是没有把 广大灵感唱出来 但是我们在读诵 在礼拜 在抄写 都是有这一句的 所以稍微做一点补充 我最后想提醒大家 今天3月20号 各位注意看 其实 我说我们 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 或者提醒的 这些学习的机会 实在是太丰富了 包含 其实在昨天 我们佛陀纪念馆 有一场很重要的讲座 那么 这是 就是 延续着这个海线 这事路 丝绸之路 然后它有一系列的 这个推广教育 那其中这一场 就昨天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会做连结 各位点进去看 现在YouTube上 应该都可以看得到的 这一场是由 异空法师 所主讲的 题目好像是 跟随玄奘大师 去取经 光看这个题目 应该就很吸引人 但还有 还不止 其实我先提醒 预告一下 我们在稍后 我看哪一天 时间靠近一点 还会做 整个我们北美 北美洲所制作的 叫北美云来集讲坛 那 以中文的讲座来说 是每个月 从三月份开始 每个月 最后一个星期天 美东时间 晚上七点半 就可以来聆听 那么 第一场 那就是在下个星期天 下个星期天 三月二十七号 是如常法师 就佛陀纪念馆的馆长 如常法师 那么要跟我们来 做这场讲座 它主要还是介绍的 还是在佛陀纪念馆 这场非常殊胜 了不起的特展 就是这个 有关于海线的 丝绸之路 那这场题目呢 就叫 追随高升 行脚去 这一路 因为我们一般是 陆路的丝绸之路 那但是我们这场展览 是很不容易收集来的 这个资料 是海线的 很珍贵的历史资料 海线丝绸之路 特别如常法师 百忙之中 为我们北美云莱吉 讲坛 开启第一场讲座 当然 每一场 每一场 哇 都是很精彩 那这详细的呢 我还是留待下个星期 安排哪一天呢 跟大家好好地介绍一下 那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 这一集早安佛光 我就是很高兴 可以把这种观音菩萨 不但请出来 也把师父开智慧的 礼拜观音祭 也请出来 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用功 观音菩萨是谁 观音菩萨在哪里 只要你心中有观音菩萨 你修持观音法门 那么你所见的都会是观音菩萨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那当然 今天刚刚提到 就是各个道场 举行观音法会 那我台华佛光山 礼拜大悲灿法会 是在早上九点半 提醒大家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